又是我 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的獨白 有很多反應 上個星期做完節目 有老爺 高先生 幾個 請我吃飯 請刁拔 黎先生 在正東放了窩 多謝他們 他們是做中港車司機的 說有些話題說 沒有邀請他們上來說 多謝大家 因為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訂閱巴打台 多了 整體巴打台的收視都高了 賣多一點廣告 光安寶星期四有 因為已經生產好了 星期四一定有 如果大家對光安寶的資料有興趣可以來 買多少回去 都是講廣告 經常被罵 第二就是 星期三我和奶昔有個新節目 叫做老蛇 毒女 即是失敗的人 加上毒女 毒女即是經常躲在家裡 當作是現在男女的延續 以後是同星期三播放的 每次播放兩節 即是二十分鐘一節 新節目 另外 另外 伊斯蘭的節目 看看我今個禮拜 還是下個禮拜播 因為都錄了幾集 應該都夠的 最主要是講羅興亞人 受的苦難 我們清真廟的教長過去看過 實地觀察了 回來看看他怎樣說 多謝大家 說回到節目 上路上次解釋 為何敦車會賺錢多於貨櫃車 就是我們所講的 而我們上路 第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我的老闆 是一個發明家 曾經拿過發明家獎在香港 一個相當出色的人 他叫一同 很多人都應該知道 一講一同 最深研究 在廁所加了一個球 特別乾淨 就是他發明的 曾經拿過科學家年獎 我打他公司 我叫巨毛霸 或者叫巨毛霸 大笨象 叫我 當時我的花名叫巨毛霸 或者大笨象 每次過海關都很大壓力 因為我們重上重下 即是說收幾家貨很穩 收得齊了 過得關 在封關台很緊張 每一次都很緊張 尤其是一個新人 沒有人教 很緊張 每一次的壓力都很大 其實中港車司機壓力是相當大的 因為面對海關 你是一個人 因為很多時候 在海關那裡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全靠就是師兄 大家互相照應 我上次都說了 我住布吉 因為認識多個女朋友 想和他雙宿雙妻 誰知道 做邵慶專線 基本上一個星期三四晚 其實五晚是假的 三四晚就是邵慶都過 反而沒什麼時間陪女朋友 每一次上同樂 有一個叫騎士 或者叫棍頭 因為香港司機很簡單 逢是叫大陸人開車 就叫棍頭 棍頭司機 自己想像為什麼有這個名字 又沒有得失人 我們就用郵卡 一般的中港車司機 那時候就將大陸郵卡 那時候是過百元錢至兩元 一星油人民幣 那時候是對一對一零八 一百元港幣 對一百零八元人民幣 相當好用 真的相當好用 做中港車就賺到錢 還有很便宜 深圳的東西很便宜 但是邵慶的東西便宜到 真的想像不到 因為我們譬如在一間廠 吃一些三送飯 外面的三送飯 最便宜三元 好送的五元 很難想像 五元的飯 還有三個送 我們這些沒有什麼要求 去到哪裡吃到哪裡 所以越來越肥 很多香港司機 因為我們這間公司 有十幾部車 十七部車 連拖頭 連很多司機 加上其他公司 形成了一個小圈子 長期會在兆慶流連 深圳反而沒有那麼熟悉 騎士是怎樣計 我們就出二千三元 我們就出六百元 公司就包一千五元 他在黃城廣場租了一個地方 做宿舍 他們下來跳下去 不用上路 就在那裡 回到兆慶就回家 我們除了六百元之外 我們就包食住 不是包食 所有司機我包食 相對有空 因為有什麼時候 好像自己做老闆 有個司機 幫忙收貨 一到兆慶 就在關場 即是海關 立即跳車 折駕摩托車 馬上出兆慶市 即是端州區 當時我們去的地方 都多發狼 洗頭 沒事做 其實去發狼 最主要不是追女 是因為恐悶 那你關場又不知怎樣 接著去又不知怎樣 走去那裡 有時未必遭到司機 我們就 一搬去發狼 洗頭 洗頭五元 那你說 五元洗頭 而我去開那間 即是那個發狼 就非常好的 因為那個 那兩個他們洗頭 是有特色的 就是鋪塊毛巾 在一個美女的胸口 那裏 那裏的椅子 就是沒有那個 就是有那個 沒有那個 那裏的 那你洗頭的時候 跟你拋頭 你的頭 就在洗頭 那個美女的胸口 那裏 軟軟的洗頭 那我只是試過 在那裏是這樣 而當時所有 譬如很多司機教我 那裏 逢是在哪裏都好 逢是寫著 溫州發狼 有溫州兩個字 很便宜的 那我就很失禮 沒有光顧過 那原來真的多 溫州發狼 原來逢是溫州的東西 就是有東西搞的 那當年 那我去這間 就相對正經 反而 沒有東西搞 因為沒有國際 沒有的 那洗頭都知道 通常來說 洗完頭之後 又幫你捏手 捏腳 頭頭尾尾洗過頭 連上按摩 整個小時 那由五元開始 兆慶的生活 我曾經說過 如果我一天退休 我就回兆慶的 因為 一來廣東地方 二來吃的文化 是相對好的 那我們 那一班司機 一上去 明天一星期 第一晚 就帶你去卡拉OK 那當時 在這個 星湖旁邊 有個牆 那就是一些 废頭牆 全部播廣東歌 那給我一粒废頭 很出名 全部都是播放香港的粗口歌 在那裏 拼頭也有 什麼都有 我自己就不對 去的兩次就覺得不太對自己 因為外面有個舞池 跳得很厲害 但是因為藍帶 藍帶的啤酒廠是少慶來的 當時一瓶啤酒是八元一瓶大啤 是在卡拉OK和Disco喝 相對真的便宜的 消費很便宜 去的兩次就覺得很悶 有時候回到去 我也有宿舍 宿舍就是板間房 一人一間房 一個司機 你有沒有帶女兒回來不知道 我習慣不鎖門 試過有兩次 我上去過夜的時候 就這麼巧就回到去 因為一些大陸車司機 有些沒有家裡回來的 有些是高洲 有些是四匯的司機 有些是新興的司機 下來駕車的 他們就回不到去 他們通常來說在宿舍那裏 所有的保安都提供美女服務 誰不知提供美女服務 就是誰等錢花 就和那些廠的保安 因為邵永最多就是鞋廠 例如國橋鞋廠這些 很多廠妹就找外快 如果好像司機那樣 跟保安屬 我今晚就想找女兒 這些當然不是美女 收一塊錢 過夜 始終離鄉別井 很多司機 那些叫做大陸車司機 棍頭司機 他們有時有需要 就加一百 加一百 就撿一條廠妹 走來我的房間爆 那次撞到 大家就不好意思 你們搞你們搞 我退了去 叫一部的士 當時邵慶的的士 是四元起錶 四匯的的士 是兩元起錶 多誇張 兩元起錶 乘搭都不值錢 自己出去 我通常來說 在邵永在南宮賓館浪 是比較新的 走去南宮賓館 睡一晚是一百二十八元 如果好像我們這些 長期有卡的 長期光顧是九十八元 在那裏睡 自此之後 我就沒有回去 有時 譬如我們封關 多數吃完飯才走 吃完飯 就在應海關邊 即宿舍外面 有個叫做少龍山莊 有個老闆娘很好人 人對我很好 很多司機 就經常跟我們一起吃飯 我很少跟香港司機吃飯 一般就跟大陸司機 在那裏吃 那一條叫海鯉 海的鯉魚 那些魚春 和那些叫做糕 即魚鑊 是大過一隻 我一個正常人的手 那條魚 是十幾根蟲 那條鯉魚 我很喜歡吃 很便宜的一條鯉魚 六十元 十根蟲 那時候 魚春 或者魚鑊 是大到這樣 另外 西江甜魚 一些大條 當然 不是那些埃及泥秋 不是在坑渠的那些叫埃及泥秋 人這麼高那些 就沒有人吃 但那些西江甜魚 一百元一條 五斤重 很多時候 老闆娘 會弄零條魚 炒兩個菜 十多塊 我負責做埋單 很多司機 大陸司機 打算節省一餐 因為我們的規矩 就是 有東西做 香港司機付錢 沒東西做 那些大陸司機 就自己吃自己 我慢慢在那裡開飯 他們就 全部埋來了 埋單可能兩百塊 或者百多塊 又有湯 吃得很豐富 有時候 例如 炆狗 紹興也吃狗 他們吃過的叫橫江狗肉 經常都跟 拿捕啤牌出來 坐大地 當時沒有鬥地主 主要坐大地 看看你贏我贏 然後就上路 就是下路 回到深圳 長期都是這樣 但是有些司機 真的是 胃頭家 如果開拖頭 有三千二 駕駛車兩千三 因為重上重落 開拖頭就沒有重上重落 吃飯 很多司機 每天給你八塊一餐 你自己吃吧 香港司機不跟他們吃 他們走下來跟我吃 就貼在我那裡 他們就節省了一餐 在那裡吃飯 長期一堆人 當時我們公司的報關員 有個叫阿聰 走來一起吃飯 通常都我請了 因為打風流工 其實都說開一份車 無非想近女朋友 誰知道近不了 差不多一個星期 有三四萬人在那裡過 那些司機有時候都說 離鄉別井 那對女人比較飢渴 那又付不起錢 很多時候 有些姐姐 譬如有些廠妹 等錢花 一晚就走來我們那裡 有幾個司機教訓 每人一百 撿第二那個就五十 第三那個五十 幾個司機 夾粉一晚就搞定 那女兒 那女兒就賺幾百元走 那整天都是這樣的 而我老闆的一童 和他弟弟 自己有間大房 更加客似雲來 那些美女不絕 我們那時候沒有工作 很多時候因為日光 日光日白 在宿舍 走路走路 蹲在那裡 經常見到電單車 那些美女就走來給老闆選擇 那如果不適合的就給五元 那便車回走 那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摩托車司機 那些師傅很喜歡來的 因為都比得多 那後來搬了出去南宮賓館住 那便是 交費大一點 那時很流行的 就當《中港車司機》 因為那時候開始有CD 那很多時候錄歌 過半鈔錢錄歌 城紹興 少年宮附近就很多 那我們經常錄了很多歌 尤其是很新鮮,因為很多的歌,譬如聽廣東歌也好,當然多 永遠翻版碟是送兩首的,譬如剛剛好,習近碟,有新歌加兩首, 越加越多,一首碟就二十幾首歌,六成一餅大,九十分鐘,一百二十分鐘, 給低錢,過兩天來拿,我們因為之前所說,要走下路,我們必經大嶺山, 經大嶺山很多是修理廠,也是吃飯的地方,也是卡拉OK的地方,也是香港司機聚的地方, 因為大嶺山的路邊基本上全部都是修理廠和做吃飯的,也逢是吃飯的地方有卡拉OK, 有些有鋁賠,我們回大陸,當年你們可以自己上網看看,譬如不停留在深圳,直接走的, 一過關七、八點鐘,上路去到大嶺山,一個小時左右,停下車,吃飯, 可能換胎,或者有些濕性的東西在那裏做,都新鮮的,經常在那裏吃飯, 一般來說,很多香港司機聚腳,打牙教,情報,不停交流信息, 找女兒陪唱歌,一舊水陪唱歌,那時最流行,九妹, 即是那時大陸的音樂,很過癮的,你說它古典也可以,你說它香草味也可以, 譬如九月九的酒,唱幾句, 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照月照,她想沒有溫厚, 即是那些歌是這樣的,譬如有首歌叫九妹,或者女兒紅, 即是說嫁女,男人叫狀元,女人叫女兒紅, 譬如有很多他們說的東西,就是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問一問老鄉,究竟是怎樣,歌就是這樣唱, 但是他們的背後含意就是老鄉,背後一槍, 如果你是四川人,認識四川人的話,你也要小心點, 後面就打你一槍,那時不明白, 那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尤其是唱卡拉OK, 主要因為八九之後,黃土高波,南泥灣,一無所有, 這些卡拉OK,如果你是中港司機,不懂唱就很歐, 即是說,雖然以廣東歌為主, 但是你不是唱這些歌,你就不會過癮, 那很多香港司機,怎樣都好,都要唱這些, 鄧麗君就少唱,一般都是唱這些, 例如有一個,有一個叫做,唱功夫, 就是功夫唱,暫如蟲,柳如蜂,這些歌詞都不記得怎樣唱, 經常性在那裏,說又夠鐘,千奇百怪都有, 每一個過關的司機,都必然享受到, 你不去,有很多人留你,譬如我們過深圳, 譬如深圳沒有屋,那些司機怎樣過呢? 晚上重上,我又沒有屋,又沒有租,又沒有養女, 那些叫做大包圍,大包圍就好像黃江口岸, 你對出的時候,黃城廣場後面那些, 基本上就是一些叫做石屋,或者木屋區, 那裏面有很多修理廠,那你就放下車在那裏, 就給它,譬如打牛油,換油,或者換幾眼燈膽, 弄一些小問題,那旁邊又是突骨牆, 那就是骯髒一點,那就是突骨, 那有東西搞的,所有的地方都有, 只要你回深圳以落外,任何地方都有搞, 專門是為中港司機和香港人服務的, 我們叫大包圍,譬如西鄉, 又是整車的地方,或者是洗車的地方, 你停下車一定有飯吃,有飯吃有女搞, 所以風氣是這樣, 但是當然, 尼特在這些地方,就收不起錢, 那多數是便宜啦,捏骨啦, 你知道很流行的嘛, 逢是這些地方,發狼呀發狼呀, 發狼呀,發狼突骨呀,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隱瞞中心, 發狼的意思就代表, 有東西搞,洗頭突骨, 有餐好東西吃, 做中港車司機的必備, 沙頭國民感度過關都完全一樣, 只要有停車場,有大包圍, 大包圍的意思就是做冷氣有人, 很多車房聚集在那裏, 中間就好像圍城那樣, 四方包圍住, 中間有一個停車場, 那些店舖就在那些髮廊呀, 打雞煲呀,很喜歡呀, 那向西雞煲一炮而紅, 說了大概就說到這裏, 就是說了中港車司機, 過了關, 基本上的衣食住行就在這地方, 那下個星期再說, 拜拜